中草药染色是指利用大自然中自然生长的各种含有色素的中草药来对物体进行染色的一种方法 也称植物染色 早在3000多年前中国古人已经开始使用中草药染色 周历中对植物染色也有明确的记载 日前在甘肃定系一家农女首座飞衣工坊里就上演了中草药应染的绝技 店主习惠是大山里走出来的姑娘 2016年她创立成立了这家工坊 准备利用针线活做一番事业 依此偶然的机会她接触到了中草药应染 从此结下良缘并深深爱上 最后她决定要复原即将消失的现年中草药应染记忆 中药腿古法染色 就是我们非常传统以前的这种 就是几千年来我们的就是我们古人那种衣服的颜色全是这种植物染色的 而且植物各种的好多都是药材 像这些我们现在的这些就是各大药店都有原料 我们永西这边的话也是有些药材的颜原产品嘛 这种药材特别分布 据回向记者介绍 现在人们物质生活得到满足后 逐渐开始崇尚自然回归自然 所以一定要重拾这些被工业淘汰挤掉的文明 传承中华千年传统记忆 吃饱穿暖穿暖解决了之后 人们对这种吃的好 就是吃的健康 穿的健康 用的健康也是很注意的 所以现在这个养生也是很注意的 像咱们这种药材染色 它就是所有的材料都是从天然乌 没有这种没有污染 也没有就是化学的这些成分在里面的 对环境保护也起到一定作用 齐惠也向记者表示 随后他们也会开发 适用婴儿和皮肤病患者的中草药应染产品 皮肤病患者都是可以咱们药材染色的这种 就是贴身的衣服啊 或者是毛巾啊这些的 没做的 它因为它化学的燃油 它会对皮肤刺激 我们正常的一般 感觉不太明显 但是它对皮肤病患者来说 就特别灵害了 据了解 每种中草药应染前的步骤都不太一样 一般根部和筋部提取出来的色素质量较好 但首先要确保药材品质 再经过浸泡水煮上色 固色等过程完成应染 目前农女手足飞衣工坊 通过不断研究学习和实践 研发出了具有保健作用的 十一款文创保健丝巾 并且已经成为当地特色产业